鞋影上德了 上身了 大陆上一个彭一心一生 就这个做了一个专题讲演 上身上德 祸患无穷啊 那我们中国老祖宗说的好 老祖宗有两句话说绝了 叫万物赢为首啊 恶善效为心 那么你邪淫你就是在造万物啊 你不是造很轻的我 你是在造万物 彭一生非常感慨的说 实在讲都是把我们的话 心里话说出来了 今天的社会 为什么动荡不安 灾难平凡 这是佛家讲的供业所感 人怎么样 人都在造万物 他说你六根所接触到的 一眼看的 看看街上的那些广告 看看这些杂志出版东西的封面 看看电影 看看电影 电视 你看看里面这些女孩子穿着 非常的暴露 这是什么 这个好像变成现代的时尚 普遍都在宣扬 这还得了吗 那老祖宗说 这万物啊 普遍都在宣扬万物 好了 火爆就下起了 对身体 真伤身呢 带来很多疾病 三四十岁 就病死了 都不该死的 他不知道保重自己身体 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 没有接触过佛法的洗礼 他不知道啊 所以陈大夫这两次讲言 我觉得可以救全世界 我们应当普遍的宣扬 让大家多看了 警惕 你自己要命不要命啊 那如何对质呢 孝顺父母 孝顺司长就对质 对身小危险了 你真正想修福 从孝顺父母 奉死司长 你看这个敬业三福 第一条 第一句 就是孝顺父母 奉死司长 为什么呢 这两个是我们的大门人 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 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死 不孝父母 那就是万我之手啊 不敬老死 忘恩负义啊 你怎么会有好苦 可是今天 在这个社会上确实 有许多不孝顺父母 没有孝顺仙 根本就是瞧不起司长 目无尊长 他过得很不错啊 他为什么没有果报呢 古人说得很好 古人说 不是不报啊 时辰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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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切总报 说得很好 为什么说时辰不道呢 你过去身中修的大佛报 你这一生来到人间来享福 你造出了很多窝 很多大窝 那你的佛报 那你的佛报 现在折扣了 打了折扣了 打折扣还有 还有余福 所以你这个 卧报不会先去 等到哪一天 你的佛想尽了 卧报就先去 是这么个道理啊 人因行善 善不不能先去 行善的人 还是潦倒众生 生活还是过得很辛苦 那是什么原因 过去身中造的罪业很重 这一生 夜深修善了 时他的那个苦报啊 已经减轻了 减轻之后 他还有余罪 所以他还得要受罪 还得要受苦 苦受尽了之后呢 佛报就先去 善我报应 丝毫不爽啊 道教里面讲的很多 我们几乎今天讲英国 多半都采取道教的经典 所以 江一子先生 我请他画这个地狱并像图 我们就是选择的玉利宝朝 作为主要的依据 从化成之后啊 我就想到 佛在经典里面 肯定 把这些事情呢 也讲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我在澳洲 我找了三个同学 用了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到大藏经里面 到大藏经里面去查 查 世尊 专门讲地狱的 这个这个这个 卧道的这些英国 把它抄出来 抄着抄出来 我们把它印听一本书 结果查到 二十五种经文 我们通常看的 我只看的是几本的 大概就不超过五本 像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这个这个 这个战差上 卧夜宝经呢 还这个 弥勒菩萨所问经呢 这里面都有讲 我看过 不读 一下找到 二十五种经论 我们把这个经文 统统揭露下来 现在印成一册 也是很广泛的流通 我给它定了个名字 读经 佛舍 地狱 结药 急药 药疾 变成这个一本书 现在也流通了很广 说得好 说得比 玉力宝钞还好 因为玉力宝钞里头 有果报 那个音说得不清楚 佛经里头把音讲清楚 什么样的音呢 到什么样的果报 讲得很清楚 分量 很够 所以我希望将来 有画家了 能够依照佛经 佛所说的 画一幅 地狱并像头 依据佛经的话 这个都能够帮助我们现代人的修行 你真的明白 知道了 你才肯听话了 才知道佛讲的这个是有道理啊 对我们的身心 对我们的家庭 对我们的事业 对社会 对国家 对世界 都带来的好处啊 说明离 好 好